大家好 疫情之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人们在股市中陷入疯狂 在那段Meme Stock和Penny Stock横行 投资任何股票几乎都是稳赚 甚至翻倍的年代 人们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认知 也失去了对市场的正确判断 如今看起来一切财富都需要重新积累 一两年 在长达百年的美股历史中 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在那些长期股市动荡中 始终能够保持冷静 并且不断盈利的真正的大师当中 沃伦巴菲特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 尽管巴菲特本人声称 自己从没见过能够预测市场走势的人 尽管巴菲特从不对股市走势 利率以及经济动态进行预测 尽管巴菲特自己的账户中 也时常有大幅度亏损的股票 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 他高人一筹的投资眼光 这期节目 我们一起回顾沃伦巴菲特历史上的 十次重要预测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十位的 是2008年 他说高盛表现不佳 但并未出局 2008年9月下旬 高盛陷入了他自己帮助制造的金融危机的漩涡 巴菲特预测高盛不仅会生存下来 而且会蓬勃发展 因此他向该公司投资了50亿美元 作为交换 高盛给予巴菲特优先股 每年的收入高达10% 此外巴菲特获得了50亿美元的 认股权证 允许他以每股115美元的价格 购买该股票 到2013年 巴菲特的预测 以惊人的准确性实现了 他获得了32亿美元的利润 高盛股票在2008年底的交易价格低于80美元 现在则是330美元左右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9位的 是2017年 他表示home capital group被低估 2017年年中 巴菲特将触角伸向美国以外 投资了加拿大银行home capital group 与巴菲特的许多其他交易一样 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笔划算的买卖 巴菲特以9%至9.5的利率 向该公司借出15亿美元 巴菲特还享有以低于市价20%的折扣 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 股票交易使他能够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 购买home capital 如今 他的交易价格为22.8美元 这意味着巴菲特的投资收益翻翻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8位的 是2011年 他表示Bank of America将再次崛起 2011年 美国银行正遭受次贷危机的余震 股价从前一年的19美元 跌至每股低于7美元 巴菲特随机抄底 购买了50亿美元的优先股 优先股的收益率高达6% 为公司带来了3.36亿美元的年度股息 此外 优先股附带了任股权证 允许巴菲特以每股7.14美元的价格 购买7亿股美国银行股票 巴菲特在2017年行使任股权证时 赚了120亿美元 今天美国银行的交易价格约为每股37美元 巴菲特以每股24.24美元的平均价格购买了 伯克希尔哈塞维基金中超过10.3亿股的股票 这是其投资组合中的第二大股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七位的 是2017年他表示股票很便宜 在2017年很多专业人士均表示 当前的牛市正在变得泡沫化 然而巴菲特却预测股票被低估了 是时候再次购买了 2017年2月27日 巴菲特对CNBC的Baggy Creek表示 以利率衡量与历史估值相比 股票实际上处于便宜的一面 巴菲特做出这一预测的当天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20837.44点 仅仅七个多月之后 道琼斯指数上升了9.29% 到2020年3月10日 随着新的COVID救济措施的通过 道琼斯指数飙升至创纪录的收盘价 32297.02点 在巴菲特2017年做出预测之后 该指数收盘价的涨幅超过了50%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六位的 是1974年 他表示现在是开始投资的时候了 1973年至1974年 是美股著名的一段熊市 巴菲特在1974年底 道琼斯指数低于600点的时候 告诉福布斯杂志 现在是开始投资的时候了 到那次采访发表时 道琼斯指数已经上涨将近15% 至660点 由于巴菲特在熊市时 做出了如此大胆的预测 也许比任何其他预测 都更突出了他的哲学 那就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五位的 是2007年 他表示指数基金将跑赢对冲基金 这可能是巴菲特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预测 当时他提出赌注50万美元 在接下来的10年里 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将优于对冲基金投资组合 Portage Partners的对冲基金经理 Pat Siddes押注 当2017年到来时 塞德斯是不得不付钱的人 事实上 塞德斯在整个十年期满之前就认输了 那时 他管理的基金年收益仅为2.2% 而标普500指数的年收益超过7% 这也支持了巴菲特的观点 即指数化通常可以击败主动管理型基金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四位的 是1999年 他表示股市回报率为6% 1999年 股市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涨势 市场从1982年开始大幅上涨 1995年至1999年 每年的收益率均超过20% 最高的一年 收益率将近40% 然而巴菲特自信的预测 未来17年的股市回报将与前17年完全不同 事实上 他认为未来17年最有可能回报是6% 到2016年的时候 股票回报率为5.9% 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 这是一个惊人的准确预测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三位的 是1988年 他表示可口可乐是长期购买 巴菲特在1988年第一次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如今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拥有4亿股股票 占公司的9%以上 1988年1月1日 可口可乐的交易价格为2.39美元 尽管该股票有涨有跌 但今天的交易价格已经超过每股60美元 在许多方面 可口可乐都体现了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哲学 那就是在大型成熟的公司中长期持有表现良好 并且自己真正了解其商业模式的公司股票 而巴菲特在喝了近50年的百事可乐之后改变主意 转头对樱桃味可口可乐的热爱 也堪称传奇 他每天平均喝5倍可乐 这总共占他每日卡路里收入量的25% 巴菲特曾说 自己身体的四分之一可能都是可口可乐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二位的 是1964年购买并持有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巴菲特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 是他现在经营的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1964年 该公司提出以每股11.5美元的价格购买巴菲特的股票 他表示同意 后来公司降低了报价 这迫使巴菲特不仅取消了出售 还购买了足够的股票来控制公司 并解雇了降低最初报价的经理 巴菲特再次用钱包做出预测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 巴菲特的预言再次成真 现在一股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售价将近48万美元 作为巴菲特持有时间最长的投资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提醒投资者 买入并持有确实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巴菲特十大投资预测排名第一位的 是2017年对2117年的市场预测 巴菲特在2017年9月 在福布斯杂志100周年纪念活动上 提出了他最引人注目的市场预测之一 当时他预测到2117年 道雄斯工业平均指数将突破100万点 这也意味着这100年之间 道指的复利年收益将要达到3.9% 巴菲特可能不会亲眼看看他的预测是否会成真 但这反映了他对美国经济实力和美国股市长期弹性的终生信念 希望那个时候活着的人能回来打卡 最后以巴菲特的一段语录结束本期节目 投资者不要被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影响投资策略 投资者应当基于以下因素 第一 即使知道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 也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股市会如何发展演变 第二 你不可能在选股上比别人优秀很多 股票只有在持有相当长时间之后 才会称得上是个好东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分享更多金钱的秘密 再见